很委屈或什麼 就是我認為至少 我包含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家人的事情 我是完全不要 我也很反對說 讓什麼老公老婆 來幫你哭 告急什麼 就是這一系列 就是會回到我剛剛最講 一開始講的命題 我認為政治人物 力爭上有天經地義 我也認為王宏輝這次的落袍 也不是像凱瑋從高雄跑到台北 可是他那個從12月1號上午 跟12月1號晚上 就不一樣了 對 他沒有到上午 從臉皮薄就變成厚臉皮了 一天十個小時的臉皮 忽然增長得很厚 就是這些事情 我覺得過不去 搞不好人家藍智的都很OK 都可以接受 台灣的政治文化已經改變了 妹妹姐 是變成這樣子嗎 對於選民的承諾 完全都不重要了 對於選民承諾 當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 好像已經是習慣陳志來了 甚至於是 侯友宜現在應該是最高興的人吧 因為我們大家都說 侯友宜可能很快的 他就會要去選總統了 那之後呢 他就可以拿王洪威做例子嘛 王洪威是 奇怪了 還沒就職 就宣布要參選了 所以侯友宜如果說 做個幾個月就去 拍拍屁股走人 好像前面有個更嚴重的王洪威 已經幫他先消毒了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侯友宜很高興 也就預作準備 可是我就要問選民 選民我們能夠接受嗎 我同時要問問國民黨 我同時也要問問王洪威 我就對選民來講 當然國民黨要提名王洪威 是我認為在 在這種戰術的這種氣氛上面 他們會覺得說 王洪威就像剛剛近平所講的嘛 反正是打民進黨第一戰將 打出品牌了嘛 所以責任政治沒有關係 所以背棄選民承諾也沒有關係 對一些藍營的死忠支持者來講 只要能夠一鼓作氣 把吳怡農打下來就是好 那我就要問問選台灣的選民了 我要問台北市的朋友 我也要問這個松山 中山區的朋友 你們真的覺得這樣是好的嗎 你們就這樣的政治文化 對的嗎 這個是責任政治嗎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的話 那以後我們是不是告訴 所有有心要選民意代表的人 你們可以玩弄選民 然後告訴政黨說 你們也可以不要負責任 反正只要一鼓作氣能夠贏 贏就是王道 其他的責任政治倫理 責任政治全部都可以放一邊 這個對台灣的政治文化是不是好 我覺得這要問選民自己 我們可以接受嗎 第二個我要問國民黨的是 國民黨是沒有其他人 剛剛這個證號說 對其他人要公平一點 何止對其他人要公平一點 你也對選民公平一點 你也對選民負責任一點 國民黨不是沒有其他人有表態 也不是沒有其他人有這個資格 我隨便講王浩這次沒選 他有資格啊 你為什麼把他晾在一邊 只因為他身上沒有背著一個打論文門的光環 就是這樣子而已不是嗎 連王宏威都承認說 現在對他很吃力 因為他根本沒有在中山區經營過 好 那對中山區的市民朋友們公平嗎 那中山區的市民朋友們 你們就要吞下去嗎 那如果你這樣就吞下去的話 像不像是政黨操弄之下 大家只是一個蓋這個選票的工具而已嘛 因為政黨可以不尊重你嘛 他就提名一個從來沒有在這邊耕耘過的 而且才剛當選都沒有關係 因為選民買單只為了要贏 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政黨嗎 選民你的選票決定 這個政黨長什麼樣子 我再次跟選民呼籲 第三個我要跟王宏威講 不要這個樣子嘛 你跟你先生的事情 你先生很心疼 對 家務事何必寫上去 那我在想 那是不是營造一種氛圍 你看 即使老公這樣子 到最後要成全太太 太太多麼公中體國 多麼愛黨啊 所以 王宏威說他不濟毁欲啊 不濟毁欲 多情操感人啊 我的天啊 賺取你的感性票 賺取你的同情票 還會合理化他背棄選民的作為 有需要到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子 會不會太造作太矯情了一點 那王宏威你也說選民啊 之前當初講得很大聲說 我絕對不會當落跑 我不要當史上最短的落跑的議員 結果不到七十二點鐘 你就落跑了 啊你就孕驗了自己講的話 那好 你說選民會罵死 我告訴你一條路 選民都不會罵你 你負責任一點 你有沒有講我來看我 你就十二月二十五號 你不要去就職 你不要去就職就沒事了嘛 他說他要去就職 對嘛 他也要 他什麼都要 他什麼都要 國民黨哪有臉去講 人家那個黑道 但是他抹黑有沒有效 有效啊 他不能這樣抹黑嘛 然後包括館長 館長我跟他完全不認識了 可是問題是 他一直在他自己槍擊案這邊 一直說是民進黨的什麼 立委啦 還是誰啦 還是高層啦 什麼施壓檢查官司 證據拿出來啊 對 證據拿出來